是蔡佳麟也是国家级 在过去的交手当中 用观众的话讲 都是暴击战 这个鲁能队现在就是一支强队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看点 如果波尔和王浩打的话 这两个队员 下面要打的就很困难 王浩呢 由于纸板的力量 现在目前的大家都在市场 抢弓的快速上手的力度 现在李平的发球 李平现在6比4领先 就地球锋芒 李平现在王浩连续两个短球 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凶狠的队员 在这局比赛里面没有得到太好的发挥 发挥的区域里面 我自己的反手的习惯 习惯最好的两边横板的力量呢 把波浪往后抢弓 第三板的没有过往 现在必须必须要把自己的小圈 在李平的发球 发前方打球 你这是后面的战术了 你叫好地控制王浩的胜守卫往前的 一战术近战术发挥出来 因为呢 他没有很好地把自己接发 利用自己两面快速 对 习惯的这个 借球的这个 一点接得慢一点 他现在乱的击球 对 在反时我也刮球 所以乒乓球有的时候变化 完好地刮球 很大的很好的准备 这个李平大胆的刺身 第二板 再进攻是这球又出界了 这样的李平也十一比小 拿下第三局 以三比零上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